觀眾朋友 再過不到24小時最快 習近平 拜登就要熱線通話 但台海卻因為裴洛西一張 要不要訪台風雲 廢外詭譎 你以為拜登攔不住裴洛西 擔心中美在台海爆發衝突嗎 恐怕剛好相反 裴洛西是拜登手上的一張王牌 他要來測試北京的底線 但今天晚上我們要告訴你 原來拜登極限施壓 手上的王牌不只這一張 當然是這樣 因為拜習是在28號要通話對不對 在通話前會有大量的幕僚作業 幕僚作業要幹嘛 喬事情 什麼叫喬事情 就是說我在哪個議題上我要讓步 你哪個議題要給我得分 這對於雙方的領導人都是 藉由這次通話如何為政治上 或國際關係上得到最多的分 在這樣的過程中 對於雙方來說都要不斷的累積 談判籌碼 這是最重要的部分 所以裴洛西來台灣 我們判斷當然就是談判籌碼之一 你說裴洛西會不會來 我說一定會來 可是怎麼來有差 敲鑼打鼓的來 然後給所有媒體拍照 還是默默的來 然後等進來做一兩個行程離開 怎麼來 怎麼走 帶了什麼東西來 這些都可以談 所以裴洛西當然是 對於拜登跟習近平一個談判的籌碼 這大人的世界不會義氣之爭 除此之外 我們發現還有非常多的牌 美國正在對中國極限施壓 一張張牌在打 第一張牌來了 美國參與院將忽然報告 中國滲透美國聯準會 竊密長達十餘年 怎麼又是竊密 怎麼這麼巧 昨天才在這邊告訴大家 華為 華為居然FBI調查華為已經摸進了美國 在他的核三位一體打擊 可以截斷他的訊號 現在又來了 居然這一次對準的FED 我先講這當然是談判籌碼 什麼叫談判籌碼 你在我家偷了這麼多東西 你該還一些來了 這叫談判籌碼對不對 然後這也在激起美國的 討厭中國情緒 這內容包含是什麼 他第一位 因為美國聯準會有跟美國全面 有12家的聯邦準備銀行 在各個地方就12家 做長期的合作 這12家裡面有幾千名 經濟學家看美國各地的狀況 然後給聯準會提供 你要升息 降息等等的 關鍵的數據 中國很想知道 中國知道對於美國聯準會 你要直接滲透到聯準會 太難了 可是你跟聯準會的地區的分行 OK 而且這幾千個經濟學家裡面 很多華裔的 大家都黃皮膚融的傳人好溝通 所以發現這些竟然有十幾位 滲透了8家的地方 你要知道才12家被滲透8家 然後他們從他們的這個所謂的 去美國的叫旅行記錄 Email 然後都發現裡面有可能被滲透 進中國的千人計劃 我剛剛就說了 這個簡直你在談的時候 我想到了 這個就是科技類 機敏技術類的千人計劃 只不過換成了金融版本的 當然我如果事先知道 美國要升息 很多金融策略可以去應對 我們甚至可以第一手知道 美國經濟體系的虛實 我們不是看報紙才知道 這很重要 可是這東西我都還在 我可以忍受的發言之下 反正你挖我牆角 我挖你牆角 這個2019的事件 就是真的是直接來應的 是一位FED的經濟學家 這都在美國參議會報告裡面 有 參議院的報告特別講 有一位經濟學家 是FED的經濟學家 他去上海出差 他在上海出差 他在房間裡面 後來就有個摳摳敲門 摳敲門上來 進來四個週末官員 圍著他就要坐下來 圍著他就要坐下來 就等於形同軟禁他 軟禁他那種說 了不起我叫人來了 不好意思 公安體系 飯店全部都是我的 你不用叫人了 然後拿出一份資料跟他講什麼 你的電話 你的聊天記錄 你離婚 你甚至有外遇什麼 我全部都知道 哇 堂而皇之 今天我到中國是去訪問 是去洽工 結果你軟禁我 你恐嚇我 而且還把我之前離婚的記錄 然後我的對話記錄 我的email 全部被滲透 他一件事 請你給我簽一個協定 你未來跟我們分享敏感的經濟數據 否則我不會讓你離開這個房間 但是這個美國參議院報告 沒有提及的事情是 到底這個經濟學校最後有沒有就範 那就範之後留了多少資訊出去 不知道 但是這個東西喔 是被美國參議院列為官方報告的真實案例啊 這一件事情最tricky的地方就在於 昨天華為今天是FED接連的竊命丟出來 你不會十年被摸進去你不知道 選在這個時候丟出中國在竊命 完全就是為了24小時之後的拜祈峰會 累積更多的籌碼 當然是這樣 你在我家偷那麼多東西 我先跟你討一些回來剛好而已 這是一個籌碼 另外籌碼今天又丟出來 路透社開始說 美國上市公司會計監管委員會 不接受審查中概股會計的底稿設計 這個太好吼 說白話 他要做什麼 白話我就這樣 因為美國在去年公布一個法案 說中國公司上市到美國之前 你要給我做財務審查 我要確定你背後有沒有中資 這個中資不是指中國企業的資金 是中國國家的資金 黨的資金 軍方的資金都不准 因為這涉及到不公平競爭嘛 譬如我們企業我們大家都做生意 結果你在美國做生意就算了 可是你背後是解放軍 或是你背後是中國的力量 來入企美國的資本市場 美國不能接受 所以美國特別說 未來所有中國在美國上市的公司 我要去對你做會計審查 你如果不做會計審查的話 很簡單 2024年前所有250家 在美國上市企業給我下市 那就是兩年之內會發生的事 這件事能不能談 我覺得也可以談 該審查還是審 怎麼審 人家審到什麼程度 你去認定中資的標準有多嚴格 這些都有得談 這些當然都是談判籌碼 可是光這樣避害已經浮現了 阿里巴巴28號公告 在香港聯交所的主板 以及紐約政交所的兩地 雙重主要上市什麼意思呢 簡單講 過去阿里巴巴很清楚 他就在美國募資 然後拿美國的錢來 充實中國企業的航庫 可是問題是 因為你在美國混不下去 美國混不下去 他就在香港上市 可是問題是他在香港上市 他募的是誰的錢 是中國人的錢 等於是什麼 你企業內捲了嘛 對於一個成功的國家的大企業 最簡單 我除了在自己國內募資之外 我在美國募資 用美國人的錢來幫助中國的企業 可是當你回到香港上市的話 其實就變內捲化 還是用中國的錢來募中國公司的職 所以這個東西變成是 中國確實很麻煩 所以我們一路看下來 從軍事到剛剛金融全面圍獵 我們再來看到的是科技 拜登繼續出手 中國當然要反擊 但是在科技戰場的反擊 怎麼看起來如此的蒼白無力 因為我對你口頭施壓 這根本沒有用嘛 因為中國是這樣子 剛才你看原本中國駐韓人大的新海民 他25號會見 韓國半導體產業委員會委員長梁湘子 提出排除外部干預 加強半導體領域合作 為什麼 因為他很擔心 現在除了有軍事的四方聯盟 還有晶片四方聯盟 什麼叫晶片四方聯盟 美國 台灣 日本跟韓國 對不對 這四個是晶片四方聯盟 他們就希望南韓 不要加入這個晶片的四方聯盟 為什麼要不要加入晶片四方聯盟 原因是這樣子 中國其實訂了一個小目標 他們心裡希望實現 就是在2025年以前 我對外進口的晶片降到三成以下 這是中國的小目標 可是問題是沒有韓國幫助 根本做不到 為什麼呢 三星跟海力士如果在中國設廠的話 在中國直接製造晶片 中國直接把貨拉走 這對中國來說 不算是境外輸入的晶片 可是問題是 現在三星跟海力士都在思考 要不要去中國這個市場嗎 所以現在他們就開始施壓 拜託你不要加入 可是這個是非常蒼白無力的 你拿什麼來拜託 我又拿什麼去買你的單 沒有錯 因為是這樣 過去中國去全世界施壓 大家都買單 原因是因為中國說 我有龐大的市場 對 你只要跟我混的 我這市場開放隨你搞 可是問題是 中國大家玩了這套 玩了十年 玩了二十年後 大家都發現 原來開放市場是假的 偷技術是真的 市場不填了 偷技術是真的 偷技術是真的 然後這一部分嘛 偷技術是真的 大家摸摸比就算 反正市場還有錢賺 可是問題是 現在連市場都不好了 對不對 所以我跟你講 這個朝鮮日報是非常誇張 它竟然有大標題說 被中國市場拋棄 韓國製造成為回憶來去做標題 為什麼要特別這樣講 原因很簡單 因為從1994年開始 韓國就在中國賺大筆大筆的 鈔票大筆大筆的順差 可是從今年 五月 六月 還有七月 這三個月竟然開始出現逆差了 五月逆差是10.99億美金 七六月逆差是12.14億美金 注意聽數據是不斷在擴大的 七月 我們統計到七月20號 逆差是15.39億 所以你再多統計時間 可能逆差已經快20億 過去我韓國半導體賣進中國 我賺你的 賺你的錢 結果現在變成你賺我的錢 而且整個逆差是不斷的發散擴大 而且更對於韓國人來說 他這個報紙寫得很清楚 他說韓國越來越多大型企業 開始浮現一種 我未來可能在中國賺不到錢的 這種想法 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你看 LG現在電視視障率在中國是0.1 三星的電視在中國視障率是4.1 三星的手機2013年視障率是19% 大概將近20%左右 現在視障率0.6 差這麼多 幾乎這樣發掉了 現代汽車KIA汽車 現在在中國排名 抱歉大眾小鳳理想臭面 10米以後 所以你看到以前 韓國製造在中國的品質保證 中國很愛買韓貨 現在抱歉被中國市場拋棄 那這樣總的來說 你拿什麼給我施壓 我現在又不賺你的錢 我現在跟你互鬥說我虧錢 我幹嘛來施壓 這蒼白無力的點在這邊 市場不甜了變霸了 還有更嚴重的是 現在你設廠到中國 你前進中國 你要被跑你的根 你還偷我技術嗎 孰可冷 孰不可冷 我之前賺到錢 給你 給你討點根 我洩密一點給你 我摸摸筆就算了 我現在賺不到錢 然後你還幹嘛 三星半導體設備供應商 有個員工 涉嫌出售晶圓清洗劑機 切掉技術給中國招技術 當然這不是第一招 我講的是最新的訊息 晶圓清洗劑是什麼 我們晶圓叫石科對不對 石科網上弄石科液 那石科液弄完後 總不是拿水龍頭沖一沖對不對 它有專門的清洗液 這個東西當然也是 關鍵零組件之一 結果也不去偷 當然不是只有這項偷 各式各樣的面板 什麼滴潤 各種技術都被偷 所以現在韓國人 要市場沒市場 要技術沒技術 我幹嘛跟你合作 現在最景點就是這個 中芯的生產7奈米的晶片 因為這個7奈米晶片 是最近的大消息 科技業都看 原來中芯有能力生產7奈米 可是後來一看 也很有可能是偷來的 因為中芯7奈米 現在當然平面的布局 看起來跟台積電極外類似 那當然因為這晶片是3D生成 要去剖滅才可以看到 可是現在業界普遍認為 你這技術一定是偷來的 所以你看中芯在官網 央視 新華網都沒報導 就是 你面對外界這麼強烈的指控跟懷疑 說你們可能票竊了 台積電的技術 要不然你怎麼做得出7奈米 這是個嚴厲的指控 你好歹出來捍衛一下 不是 我跟你講 因為現在被人家發現 中芯是用DUV 就是生子外光機來做它的7奈米 那這件事情 之前我們都一直以為 7奈米是EUV可以做到 結果DUV竟然也可以做到 那這樣子不就給美國一個緊張嗎 我連生子外光機我都禁你 所以對於中芯來說 我如果敲鑼打狗的話 我到時候 幾子外光機拿不到就算 我連生子外光機也拿不到 所以現在的中芯確實是非常非常低調 但是偷來的技術 最後一定會被追究